那么 华南理工大学的科研人员 是如何做到长时间冷冻的荔枝 如新鲜荔枝一样呢 这个就是我们超高压補助冷冻的设备 它的工作原因里呢 就是我们加很高的压力 大概是200个到300个兆趴 200个 300个兆趴呢 是相当于2000到3000个大气压 然后水呢 在这种高压底下呢它是不结晶的 然后呢我们把荔枝放进去 完了以后呢我们再把温度降下来 在把真空包装的荔枝放入冷冻设备后 科研人员把温度设置到了零下20摄氏度 压力设置到200兆趴 经过一定时间 又把压力释放回到正常的一个大气压 回到一个大气压呢 我们知道结晶温度是零度 对吧 那么荔枝里头呢 可能是负的1.8度左右 在这种情况下呢 因为原来是负20度 现在接晶温度是负的1.8 所以呢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推动力 在这种情况呢 就会导致里面的水分 荔枝和结晶的水分 全部形成了冰晶 形成很细微 很晶莹分布的冰晶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冰晶植构就不会受到破坏 那么冷冻食品只有冰晶植构不会受到破坏 那么它就可以存放时间很长 原来超高压冷冻方法就是通过压力和低温的控制 来对荔枝进行冷冻 从食品内部控制冰晶生长过程中的大小和分布 从而保持食物的制构不受破坏 这样不管是颜色质地还是口感 都能尽量保持食物原有的水准 这也是荔枝能够长时间保鲜的关键 我们把这个着重点放到这个接晶过程 如何来促进它在这个冻结过程中形成冰晶 在这个过程中呢形成大量的起晶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能够让这个冰晶在细胞里面 跟细胞外面同时增长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冰晶尺寸就很细微 很细微就不会破坏这个植构 我们生活中大部分食品的主要成分是水 而冷冻过程就是将食品中的水变成冰 冰以冰晶形式存在 最先形成于细胞与细胞之间的空隙 但细胞内部也有水分 如果细胞内部不结出冰晶 水分就会慢慢前移到细胞外 传统的冷却方法 由于细胞间与细胞内部水溶液浓度不同 很容易形成无序的冰晶 当细胞间冰晶变大 就会破坏细胞制构 导致水分过度流失 这样食品在解冻后不仅影响口感 还会导致营养成分的降低 冷冻食品也因此留下了 不好吃的印象 我们的冷冻荔枝 在这个荔枝细胞里面 细胞中间 全部都洗成细胞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只够就不会受到破坏 只有只够不受到破坏 我们就可以保存很长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